你们的努力创造了2014年的台北袭击 2014年柯文哲高票当选台北市长 从政路正式开启 要维持声量 更在2019年成立台湾民众党 只是党才刚满五岁 主席柯文哲碰上从政来最大危机 这一人政党还走得下去 党员坚信主席清白毕竟他们也深知 民众党的崛起靠的是柯文哲魅力 这道理柯文哲更是心知肚明 我对我们整个党的能量是有信心的 支持者面前自然不能认输 只是谁又是下个接班人选 自己培养出来的黄珊珊已没了党权 半途加入的黄国昌又能撑起 还有创党党员蔡壁如呼声也不低 但眼下蔡壁如似乎无意躺浑水 更强调自己会继续深耕台中再评立威 成功的组织都一定有分层负责 但柯P这个人很不习惯 而且他信任圈恐怕是他以他的家人为优先 对于民众党的选举路程来讲 我相信只有更坚坷 那也可以说他在2028年 可能还在立法院舞台 2028年之后的舞台是一定会更缩小 柯文哲的政治未来不只牵斗 民众党命运也是台湾第三势力的影响力 TVBS新闻李国正希宽柔台湾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